今年高考 广州首次在定点收治医院设立考点 两名确认感染的考生 一人一间考场参加考试 全程有高清视频监控 医生在考场外候命 就是其中有一名是昨天夜里 三点多钟转运到这个发院 那么早晨他体温37度多 经过跟医生的评估 他自己的强烈的医院 紧急情况措施就已经启动了 考试人员的安排 试卷的安排 八院考场的安排 大家夜里都是在 莽疾空中心区里都没有睡觉 就证明我们的应急体系 还是效率比较快的吧 十八院考点准备了四间考场 现在启用了两间 每场考试结束后 医护人员会为考生提供心理辅导 医学支持和评估 尽可能保障考生完成所有科目 考试结束后 试卷 打体卡和操稿纸 马上要接受两小时的消毒 首先是第一遍 然后把它全部摊开 进行紫外线的照射消毒 再放到过氧化氢的消毒柜里 进行一个全面的消毒 比我们平时的病例的消毒 还要更严格一些 还要更严格一些 感谢观看 很好看 谢谢大家